通脂廚房 大家好我是通少 歡迎來到通脂廚房 今天快脆煮系列 會用到大家最主要用的電飯煲 去做栗子臘腸雞飯 將一大塊雞扭洗乾淨抹乾 然後將它切絲 加入調味料 將雞肉醃製大約15分鐘 將臘腸冬菇切件 而急凍的栗子 就用暖水把它洗乾淨 用新鮮栗子的話 就不需要做這一步 將米洗乾淨 然後放在電飯煲裡面 再加入調味料 令到飯更香更好吃 和平時煲飯一樣 加適量的水 將所有材料放到電飯煲蒸架裡面 沒有電飯煲蒸架 就直接放進電飯煲裡面 將所有材料放到電飯煲裡面 然後拿到煲 génér 然後按按鍵 這樣就下去了 就可以做了 煲ira burger 栗子臘腸雞飯煲好了 將電飯煲蒸雞裡面的菜 放進飯裡 然後將它們拌勻就可以吃了 完成了, 吃得 記得還要加蔥油上去 這個電飯煲飯 實在是快、靚、正、而且超級好吃 大家記得要試一下 栗子臘腸雞飯 完成! 食譜所需要的材料分量 都可以去我文字食譜重溫 在這條短片的info 就這個食譜的連結提供給你參考 如果試過覺得好的話 就記得來通知廚房的交流群組 看你的作品給大家欣賞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短片 希望你會給個Like 和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一下我 訂閱完之後 記得要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才會收到我最新的通知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